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杂展只是日常 每一位匠人都有着自己的坚持 和想要守护的东西 这是建展手艺人 对于智展这门手艺最高的向往 它的烧制难度是极其难 它肯定是极其苛刻的一个要求的一个 在这个环境下才能进行这种要变的办法 而也是我们现在所有智展下 追求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目标 为了复原出宋太的极品 陈叶琪制作了上千之展 但复原失败的作品 一件也不能留存下来 建展中国八大名词之一 在中国幽远漫长的茶文化中 这是唯一为茶而生的器具 被视为茶之盛器 因产自福建建阳 故此称为建展 作为黑幼瓷器的代表 在宋代建展曾是皇室御用茶具 其幼色干黑纯正 又可变换出兔豪 游滴 浙姑般 等形形色色的花纹 仿佛展中那深邃的空间里 蕴藏着润生万物的钳制 建展中的无上神器 被日本人称为药变天幕 如今全世界仅存三件完整的宋代药变天幕 全部流落于日本 均被列为日本国宝 展的内壁有一层铁结晶薄膜 上面布满了一些大大小小的结晶斑点 这些神秘莫测的药般周围 在随着角度的变换中 可以焕发出彩虹般的光芒 过去了数百年直至今天 依然没人能完美复制 要变天幕的烧制 可以说是一场迷人的意外 据说只有当劈体与诱料 在摇火极致幻变的氛围下 偶然才能生成一盏 即使在科技如此发达的当下 不少人仍在为复原出药变天幕 清尽一生 苦心孤意 也难以成功 然而对于陈叶琪而言 复制出这一场美丽的意外 是他的毕生所向 不管是金代还是顺代 它都代表着整个我们的舰长 优命的最高级别 无上神品 代表着不单单是一个 我们这个舰长的顶级魅力所在 更代表着自己的一个实力 将来我们最高的一个追求 建斩斑纹的形成 取决于一种特殊的物质 诱料 建阳大多数地方的矿石 含铁量偏低 这种矿土不易促进建斩斑纹的形成 而位于建阳水极镇一带的矿山 土壤含铁量相对其他地区 高出3%至8% 为了复原宋代的极品建斩 每一次取矿都由陈叶琪亲自进行 这里的矿石成分以石英为主 带有少量粘土 含铁量高达8%至10% 而氧化铁就是建斩诱料中最重要的着色剂 铁元素在诱中最主要的功能是发色 不同比例的氧化铁含量 产生的颜色也不尽相同 含铁量越高的矿土 在右面的流动性上则会更强 颜色也会有浅至深 这也是建斩的独特之处 将碎土中多余的粗颗粒杂质去除 也称为选框 是制作建斩的第一步 虽是天地间的平凡之物 但在陈叶琪的眼中 物尽其用取之精华 在做成极致 才是这门手艺最不平凡之处 建斩铁在特定温度的火焰中 铁层流动 把铁质脱带成各种形状 在黑色的右面上 形成各色斑纹 而那些使人目眩神迷的斑纹 正是从这些不起眼的矿土中产生 眼前这白色的石头 俗称研磨石 通常用来研磨诱料 在桶中翻滚的同时 不仅能让铁料更加充分均匀地混合 也能将其分散得更加细腻 使磨成的铁水更具流动性 俗话说 无灰不成铁 草木灰是由本地植被烧制出的灰烬 其中含有的注溶剂氧化物 灼色剂等成分 能促进铁的形成 是中国历代高温铁 不可缺少的原料 每个制斩将人对于配料都有着不同的理解 陈叶琪将这不起眼的草木灰精确到毫克 将研磨后的釉水与草木灰混合 便能制成建斩所需的釉料 再通过特殊的烧制工艺 将这两种简单的物质烧出独一无二的建斩 建斩创烧于晚唐五代时期 兴盛于两宋 点茶在古代不仅是一种漆茶方式 也是一种礼贤下士的礼节 饮送带主要饮用团饼茶 调制时讲究一系列繁琐的步骤 为人家点 你比如说 它同样要把这个茶磨成粉 筛得很细 它把茶沫放一些进去以后 我先调高 然后再注水 注水的同时 它有专门的器具叫茶咸 它一边注水一边要积佛 充分地让这个茶叶和水融在一起 最迷人的就是这盏中泛起的白浪 汝雾汹涌 一盏而起 为了增加娱乐性 古人决定以点茶时产生的白色泡沫 进行比试 于是便有了豆茶 茶汤色白为上品 是宋代时对于豆茶的标准 既然豆茶如此风靡 与之匹配的茶具 自然成为人们竞相追捧的对象 北宋菜香在茶录中提到 茶色白移黑斩 而剑斩深沉的底色 极好的衬托茶色的白 口颜较薄 胎底厚重的特点 使得剑斩有着很好的保温 隔热效果 再加上令人目眩神迷的自然斑纹 自然是茶具中的极品 佩尼犹如万丈高楼最牢固的地基 红土富含氧化铁 高领土具有粘性 只用红土粘性不够 则劈体裂开 只用高领土 右面的晶体感和成品的含铁量 则会降低 随着经验的积累 陈叶齐终于找到 将高领土和红土恰到好处融合在一起的比例 陈府 古名也称为羊土 为了提高泥料的可塑性 必须进行长期的密封存储 使得泥料中的有机物充分腐烂 最终形成腐泥 陈府的越久 越有利于泥料中空气的排出 这样一来 不仅增加了泥料的粘性 也可以使得烧成后的质量得到提高 反复揉压 将泥料中的气泡排出 这是双手与泥料的博弈 以手心的温度去赋予泥料从未有过的韧性 未来的烧制虽然不易控制 但此刻的准备却是对于这门记忆的尊重 泥土中蕴含着内进 用手在转动的泥盘上将泥土塑造成各种形状 这样的制作不仅要求手上具有一定的力量 更是对气形审美的考验 泥料的分量 手间的力度 每一条曲线 每一种气形 恰到好处地把握着其中的分寸 向高手过招 点到为止 竖口斩是剑斩最传统的气形之一 泥泻飞剑 手虚沉稳 无论斩顶 连接 盐口 修刀一丝一丝 归整着剑斩的一分一毫 此刻 不仅是对分寸的拿捏 还有十年来 陈叶齐对迷性的熟人 修足之后 印上笔款 人 斩 浑然天成 经过八百摄氏度高温速烧后的渐斩 已经淘汰掉一批一岁的素批 剩下的去除水分后 变形开裂的可能性 也已降到最低 剑斩它大多数为半石柚 它底部较厚 口壁较薄 当烧到一千三百度的时候 整个柚是在流动旋转的 如果是烧张满柚 它就比较容易张摇板 流柚 甚至就是很容易过火 整个柚就不张了 在这个城市中 这一处堆积了漫山遍野的破碎老瓷片 见证过剑斩曾经的辉煌 在宋代 中国的瑶址很多以周郡命名 位于福建省南平市北部的剑阳 古为剑州府 五代末期 便开始烧至黑柚茶盏 于是 这里的瑶址 也就统称为剑瑶 剑瑶龙瑶 长达一百三十五点六米 创下国内已知龙瑶最长记录 也是世界上最长的龙瑶 而剑瑶遗址群里 百米以上的龙瑶还有多座 每座大型龙瑶 一次可以烧至数万只盏 数百年间 日日夜夜 摇火不断 可见宋代剑盏烧至规模之大 受欢迎程度之高 虽然这些历经千年风雨的瑶场 摇火已经冷却许久 但 连绵的山巒 遍野的芦草中 掩藏的残片和瑶具 仍然在诉说着古剑瑶的传奇 于建州大地之上 回响不绝 建展是短代的手艺 也是失落的文化符号 没有师成家传 宋代建展的瓷片标本 是最好的老师 宋代所谓的瓷器 书画 画画 它为什么能做到极致 做事也慢 就做一些事情 陈叶琪来到当地一家 收藏古展的店里 希望能从这些古老的碎片中 寻出一些 能对它有所帮助的蛛丝马迹 这是一次对于古老的探寻 也是一次对于温度 湿度 右面等诸多细节的交流 宋代的极品建展 宋代的极品建展 对于每一位烧展人来说 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在陈叶琪的猜想中 那要变的红光 或许是在雷雨天气下 龙窑因热胀冷缩 遭到破坏 雨水接触到窑体 产生大量的水蒸气 影响到窑内的氛围而形成的 那我这个就放中间一层 试一下不同的气氛 看一下它会些微量变化 他准备使用两支 宋代未烧熟的建展残片 来验证自己的猜想 关上窑门 结果未知 只有等待 松木是建展烧制中的秘诀 是在窑内投资这个松木的时候 它整个窑的空气在燃烧 把空气全部燃烧干净 那它这个氧要哪里来呢 氧它就要从胎里面 跟硬里面去进行微量的提取 那在硬形成1300度的时候 它整个硬体是在流动的 发生气泡 结晶矿物质进行聚集 等到这个降温的时候 硬面平护 这个气泡平护的时候 就会形成我们这个建展的半温 这个就是还原烧 在1300摄氏度的情况下 打开窑门是极度危险的行为 极端的温差 随时可能导致窑炉瞬间爆炸 但仅仅是打开窑炉 并不能使窑内迅速降温 陈叶齐从不按照常理除牌 我等一下会加多点 然后尝尝 水能帮助摇炉降温 可高温的状态下 水还没来得及倒进摇炉 便已直接蒸发 我们是想在这种极具温差的情况下 能不能形成这种彩色彩模 在这近乎疯狂的实验背后 却是一颗最纯粹最虔诚的心 时间给予的是最直接的回报 打开窑门 取出经过三天烧制的两只老盏 这一次的实验取得了一些微小的进步 但在它的眼中 不以物系 不以脊背 前行的道路依然漫长 黄老师 除了存在于日本的三只完整耀变天幕展 在中国也存在半只残展 今天陈叶琦前往杭州 参观这半只南宋时期的残展 这件杭州出土的残展 有四分之一的地方缺失 索性底足保留较为完整 是一件极为难得的标本 药变就是以空心圆圈的一个斑纹 在古代来讲 就是药这个一词 就是来自于这种太阳的这种光圈 就是很耀眼 凝视着眼前的这半只宋代极品建展 恍如碗中藏着一个宇宙 繁星点点 光环的颜色会变幻不定 妖异归齐的不像是人间之物 探访结束后 在陈叶琦脑海中 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建展的命运从来都是与茶文化紧紧相连的 在宋代覆灭后 此后的茶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明太子朱元璋 在1391年的时候 就是在登基24年的时候 他发布了一个诏书 而诏书的意思就是说 废团兴散 就皇家对于宋元以来的龙凤团茶 或者说这种锦丫茶 不需要了 他需要散茶 实际上这道诏书一线 可以讲 从茶叶的制作工艺 应用方式 器皿选择 都发生了巨大的一个变化 化繁为简 将团茶变为散茶 将蒸青法改为炒青法 以烘焙团柔的方式制茶 是朱元璋对于茶叶生产最重要的改革 饮茶风俗的变迁 使得箭展也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取而代之的则是紫砂与散茶 作为散茶中的一种 武夷盐茶也顺应着历史的洪流 站上了茶叶的舞台 因武夷盐茶的香气连藏滋味醇厚 形成了独特的盐谷花香 也称盐韵 也备受人们的追捧与喜爱 然而 箭展的发展之路也并未停止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 一路前行到日本 埃及等国家 受当地贵族的追捧 而喜爱茶文化的日本人 也将箭展视为真品 或许是世间一切美好事物 都不应该被辜负 在多元文化和极具包容力的当下 箭展 含蓄厚重 经久耐看的特点 也被不少现代人视若珍宝 不论是为了追忆历史 还是评点赏茶 相隔数百年重现于世的建展 终将不再辜负任何一个真心以待的人 眼前黑色的粉末叫做骨壳灰 为了使得箭展的劈体更加油润 陈叶琪不厌其烦地 在每一只霞波都细细铺上一层 道燕窑是一种间歇式的窑炉 人们通常把火焰从下到上的称为顺 而把由上向下流动的火焰称为道 这就是道燕窑称呼的由来 这些带着手温和触感的劈体进入窑内 它们又将顺应摇火跳跃的方向流淌出不同的纹理 入窑一色 出窑万彩 剑展的制作犹如一场大型而精密的魔术表演 仅仅使用最简单最原始的原料 却能变换出那最神秘莫测的结晶 如果说制批是在复制运位 那么每一次的还原烧都是在创造秘境 即使手中的松木成本昂贵 但陈叶齐从不练习一分一毫 在他的心中 每一次的投掷 每一分的还原 都离他心中的梦想更近一步 打开窑炉 可以使松木翻滚燃烧的更加充分 1320摄氏度的火焰 承载着诱料 灰烬 时间 也承载着希望 烧至三日 霞波内装载了陈叶齐的愿景 上百只的剑盏同时出窑 即使在科技发达的今天 不同窑炉的烧制方式 使得剑盏仍旧身受不可抗力因素影响 只能听天由命 它这个柚会在不同的温度 放置的位置不同 甚至还原的位置跟气氛不同 导致它这个颜色斑往不一样 正是因为种种原因的左右 渐染的烧制便有了入窑一色 出窑万彩的特点 温度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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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用 刚才这么厉害 这个温度要再加二十度 最少要加二十度 所以我看到有一些这些二十 这油滴的 如今一家油滴的包吻已经出来了 这个还要跳右 这个还蛮不像山水化一样 几百年间 窑内目睹了太多的成败 对于陈叶琪来说 或许是早已看惯了失败 或许成功没有那么轻而易举 电烧建展是进入现代社会后 一项重要的工艺改进 电窑即是在一个密闭的小厢内 通过微电脑来控制炉内的加热棒 给PT进行加热 相比道燕窑来说 这种烧制工艺 对还原气氛以及温度来说更加可控 也使得对斑纹的把控更加容易 而且去掉霞波的束缚后 剑斩器型的大小也更加自由 当温度达到1270摄氏度时 是苦苦等待的时机 利用风扇降温 是在尝试会否因为温度的骤降 与快速升温而形成右面的采光 两个掌时间黏在一起了 1200多度了 整个幼的还是在容 手非常长的 经过我们这么多次的一些实验来讲 确实这个药片的东西太难太难 这是一定要在一定的失败基数上 它肯定已经要最少上百次 上千次的一种比例 它才能出这样的一件作品 也许是上天的眷顾 这一次的烧制出显异彩 眼前这支盏 其鲜明的光彩时隐时现 成群的斑纹外圈包裹着夺目的采光 我画面不长好 这个如果是蛮低的 整个又没收 这两个直接粘在一起 上茅台了 这剥花非常好 虽然已在渐渐地揭开 那层神秘的面上 但对于陈叶琪而言 距离心中更完美的作品 仍有一步之遥 2011年 剑瑶剑盏烧制记忆 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沉寂寂已久的传统文化 再一次展露锋芒 剑斩的尸儿复现 摇火重生 不仅是剑斩的幸运 更是金人的幸运 经过千年的考验 剑斩与茶的纠葛 仍会继续 创新 实验 大胆 使得曾经的那场美丽的意外 又被重现在这个时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